嗨,大家好,我是莱莱 今天的妆容呢,灵感源自于上一期 我是歌手里面张绍涵阿雕那首歌的妆容 她当时的妆容加上那首歌 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种非常坚韧的少女感 我们就赶紧开始吧 那首先还是用伊丽瑟尔的这个银管防晒 这样抹在脸上就可以 然后呢,就是用佛萨利的这一款精华 像这样子拍在脸上之后呢 这个精华会变得有点黏 然后可以帮助后续的上妆 那当时如果你仔细研究我是歌手的视频的话 你会发现张绍涵的底妆非常具有光泽感 所以说这边我们先用一个Cover FX的液体高光 用美妆弹推开 接着拿出一款比较轻薄的粉底液 然后手上剩下的液体高光混合一下 点在脸上 用美妆弹去拍开 这样就可以达到一种非常具有光泽感 然后又很自然的底妆的感觉 接下来就是定妆 用的还是面具的这个高清蜜粉 着重的眼下定妆 其他部分呢 用像这样子扫的方式带过 这样子上出来的底妆就是非常自然 又非常有光泽感的一个感觉啦 下面呢用的是自生堂的这个七色蜜粉 也是前一阵子刚入手的 首先用这个紫色呢 来提亮一下面部的这一个三角区 也就是一些暗沉的部位 还有鼻子跟额头 这个蜜粉是落侧屏的 大概过两天会放吧 那少女感的一个集中体现呢 就是腮红的部分啦 首先用的是斯芙兰的小银壶限量的 这一盘里面的这一个西瓜粉红吧算是 然后呢用纯绣腮红的这个紫色 来集中提亮苹果肌的位置 接着就是修容的部分 那这边的修容要以一个像这样子的弧度 去修饰 能够突出苹果肌 这也是少女感的体现之一 提亮苹果肌的 现在已经合致 divine 这就是终装的 所 Siberian 好那么接着呢就是整个妆容的重点 眼妆的部分啦 首先呢用MX的这个眼影盘里面的 这一个非常浅的哑光咖色 给眼部打底 那这边要注意的就是眼影的熨染方向 眼尾要稍微向上扬 然后呢用一个稍微深一点的哑光咖色 集中的叠下在眼尾的部分 那同样也是注意熨染的方向 当然还有下眼剪和内眼角的部分 接着用一个比较偏暖橘 类似像这样的颜色 那同样呢也是叠加在刚才我们所说的眼影的部分 所重叠加内眼角和半眼角的部分 那也是要用一把干净的熨染刷熨染开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方向有点不准呢 可以用手指去精确熨染的方向 然后呢用一个珠光的香槟色 叠加在整个眼窝的范围之内 接着用一个偏光的人鱼基色 那同样也是叠加在整个眼窝的范围之内 然后呢用一个偏光的白色 首先叠加在眼睛的中间 然后用手上剩余的这些颜色 拍向整个眼窝的位置 接着用一个这个哑光的深一点的颜色 加深一下眼线和下眼瞼的位置 要画的是一条上扬的眼线 那同样呢在张上豪的那个妆容中 他也加深了内眼角 还有下内眼线的位置 因为我睫毛比较少嘛 所以说要稍微叠加一点下睫毛 那同样眼睫毛也是用这种超级浓密的打底膏 加上一个超级浓密版的睫毛膏 来塑造一种感觉戴了假睫毛的感觉 因为张上豪那个里面是肯定戴假睫毛 但是我不喜欢 所以说就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达到那样一个效果 这样眼妆就完成了 然后呢我们可以用佛德士索米勒的这一款Butter Bronzer 来加深一下这个眼窝和鼻梁的位置 然后用高光的集中的提亮一下鼻梁和鼻尖 好那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眼妆 那唇妆的部分呢 它的唇妆其实是非常自然比较少女的一个颜色 我们先用这一姐的这一支唇膏轻轻的点在唇上 接着呢是用直威的这一支Lip Topper这个颜色 来塑造一种非常嘟嘟唇 水酿酿的这样一种感觉 这首歌带给我的最震撼的一句话 那这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啦 我们下期见 bye